本节目有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 总谈酒壳 谈你好 拜友好书宝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开始之前 先进入咱们这一期的警示快讯 伤残等级也能改 大能人便大忽悠 我要报警 咱们在那边说 今年的2月24日上午10点钟左右 一名神色慌张的男子 急匆匆地来到了盈口市公安局 老边分局盈东新城派出所 我被骗了9000年 什么当时 通过微信转帐 这名报警的男子名叫曹某 在工作中脚步受了伤 他在住院治疗期间 通过一个病友的介绍 认识了一个自称可以帮他 从实际伤残鉴定 提高到9级的能源 当时讲的是一万 事办成之后再给他一签 我先给他转9千 但是拿到鉴定结果那些 没平上9级 钱花了事却没办成 曹某便要求此人返钱 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你和现在还能联系呢 打电话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 钱怎么给他 我当时约在来 像我们一会儿见的面 见面我到面就不见了 转帐啊 打微信转帐 不是先进的 据曹某说 当天给钱的时候 对方是开了一辆白色轿车来的 什么车 比亚尼F6G 比亚尼F6G 交易地点 交易地点是 消防局正门号 对 通过被害人的描述 我们确定被害人与嫌疑人 是在消防局门前 车辆内进行的交易 我们在通过排查 发现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 并发现嫌疑人驾驶的 该车的车牌号码 警方在调取了 交易地点周边的视频资料后 经过近一周的分析研判 最终锁定了 发现嫌疑人大致的居住地点 处不锁定 应该嫌疑人居住在后面的小区 然后于是我们对小区 进行了末排走访 然后锁定了这户楼 然后我们对这户楼 在业界进行了布控 蹲守抓捕 副所长曲正硕 带领民警高永 张汉文 经过三天的蹲守 终于发现了嫌疑人范某的踪镜 并成功将其抓获 那也就是说 你压根没给你办理 对 那你为啥拿一堆钱 当时小时候也没有钱 先拿她的钱先划 锅头抽起来车头再换点 那你是否真的有能力 去给她办理本 没有 也不会这样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有些人依然执迷不悟 无视制度 法规和原则 迷信有钱能使鬼推磨 骗子不骗你 骗谁呢 接下来看看观众们关心的 相关法律问题都有哪些 张女士问 国家法律规定哪些情况禁止结婚 律师回答 我国法律规定以下情况禁止结婚 一 直系血清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清 二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如果您有涉及合同 房产 债权债务建设工程等方面的纠纷 需要法律咨询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 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欢迎大家不打法律咨询热线 024-3112-7786 024-3112-7786 化身欲尽 他声称可以替人办理保外就医 谎言连篇 花甲老妇的血汗前 他都不肯放过 欲紧的谎言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中医传承 匠心忧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练症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伴您健康百年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茶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这是一个网名为 洪雨的微信用户 所使用的头像 头像中的男子 头戴警用面罩 手持枪支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他是一名警察 除了这张照片之外 洪雨还告诉微信好友 他的真实姓名叫罗洪雨 是赣州监狱的一名预警 可是近期 赣州市崇义县公安局 却接连接到及其报案 他们都指出 这个名叫罗洪雨的人 涉嫌诈骗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温建兰 是崇义县延厂镇的 一名农村妇女 她是向崇义警方报案的 其中一名报案人 那么她是如何 与这名预警相识的呢 这还得从温建兰的丈夫 黄世发说起 她的丈夫 当时是因为 她要买买枪支和那个 水油枪支 就是已经 她是已经判了醒 落了狱 由于丈夫黄世发的肝脏 在进监狱之前 就有些小毛病 在她被送往监狱服刑之后 温建兰一直放心不下 4月27号 温建兰向当地的司法部门 提交了申请 请求安排给丈夫 进行身体检查 次日 她就接到了一个自称 是丈夫育友的人 打来的电话 她就说 我是跟你老公 在一起坐牢的 在电话中 这个人声称黄世发在监狱里 病情发作 身体美矿欲下 而这个名叫罗洪宇的监狱副队长 则能够从中帮忙 安排保外就医 温建兰将信将疑地打通了罗洪宇的电话 在随后的交谈中 对方不仅能够讲出她丈夫案件的始末 而且还能够准确地爆出温建兰的身份证号码 这个女人因此打消了心理的疑虑 一开始 罗洪宇要求温建兰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来支付这笔体检费用 可是由于温建兰不会操作 她又提出4月30日 在赣州汽车南站当面收取 我说7500我准备好了 我说还要不要别的费用 她说要不你就给你老公加点营养 后来她又打过电话给我 说加1000块钱 7500是用那个塑料袋 那个红色的塑料袋包起来 我说后来我再数个1000块钱给她 后面她打不通那个人的电话了 然后就说她觉得自己应该是上了出片了 这是警方在案发之后所调取到的录像 画面中的男子便是自称赣州监狱预警的罗洪宇 警方认为这个自称罗洪宇的人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预警极有可能是他假冒的身份 果然在与赣州监狱核实之后 警方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先是冒充服刑人员育友的这个身份 然后呢和他那个家属联系上之后呢 就说服刑人员有提前出狱 或者什么样的想法 他一个人就试验两个角色 先试验育友 然后试验监狱的管教干部 这样子这个家属才能相信 他能帮他做成事 能帮他办成事 我们他们当时可能就是 绝对是应该跟那个受刑人员 有过同个监事的经历 他才能准确地说出 人家家的那个身份信息 那个家庭情况都能说清楚 然而警方的排查却困难重重 原来在受刑人温建兰的丈夫服刑期间 他调整了几次监视 很难从众多育友中找到可疑人员 而就在警方感到迷茫的时候 重义县公安局长龙派出所 接到了另外一期报案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样讲他讲 你是不是吴宝阳的父亲 我想是 我讲你是哪位 他讲我是同一个监狱出来的 跟你儿子在一起 我是已经吃饭了 吴家财的遭遇 与温建兰大同小异 所谓的 育友最后引荐的监狱民警 也名叫罗洪宇 吴家财被告知 他的儿子在监狱中 因为完不成劳动任务 每天都受着严重的处罚 吴家财疼爱儿子心切 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 他就通过微信转账了 6500元给罗洪宇 然而 很快吴家财稍稍冷静下来 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原来 对方呼叫他的手机号码 是在儿子入狱之后才启用的 这个育友 有怎么可能从儿子那里得到号码呢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这起案件 受害人连嫌疑人的面部都没见过 可是正是这个细节 让警方的侦查工作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那么这其中 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这是吴家财悬挂在自己面包店外的招牌 上面的手机号码 是他在儿子入狱之后才启用的 民警判断 犯罪嫌疑人正是通过这块招牌 采取得了受害人的联络方式 那么犯罪嫌疑人 应该是长龙镇本地人 很快当地一个名叫萧水勇的人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6月3日 犯罪嫌疑人萧水勇被抓获归案 在审讯中 他交代除了温建兰与吴家财外 他还诈骗了重义线中金罐4000元 嫌疑人他也是从监狱出来的 对里面的情况也很清楚 他把那些东西编起来 家属就会相信 三起案件 犯罪嫌疑人萧水勇 共诈骗近2万元 可是他却声称 自己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去实施犯罪 搞他们无纯纯的罪 我可以对着天发誓 我不是想为了钱 不是想为了钱 根据警方的调查 6月份萧水勇刑满释放之后 他便在赣州市从事货物配送工作 收入较为稳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萧水勇对三个服刑人员的家属进行诈骗呢 在进一步的审讯中 他最终交代出了作案动机 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都搞我 搞我现在生生一生的 一变天全部是一生的痛的 一生的内伤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起冒充预警的系列诈骗案的真相 究竟是怎样的呢 虽然萧水勇言直凿凿 但是在事实面前 却根本经不起推敲 吴家财的儿子服刑的地方 是江西省未成年人管教所 而萧水勇则是在赣州监狱服刑 他们两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交集 由此 萧水勇所谓的复仇的说法 就是一个谎言 那么他是想掩盖什么呢 原来在此之前 萧水勇还有过两次诈骗犯罪的经历 手法与这三起案件也大同小异 在服刑期间 萧水勇有意收集 其他服刑人员的信息 特别是家属的手机号码 与家庭状况 他的记性比较好 他能够记住 那些服刑人员的家属的 电话号码 联系电话 和他家是哪里的 哪里人家里的经济状况 警方认为 萧水勇之所以编造一个 虚假的作案动机 来掩饰非法活动 是因为他深知 一旦构成美犯 将会受到从众处罚 而令人意外的是 在萧水勇的家人看来 他的谎言并不止这些 为了获得钱财 萧水勇甚至不惜 向花假之年的父母撒谎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萧水勇走上假冒预警 进行诈骗的歪录呢 在他的父母看来 这背后或许与萧水勇的 警察梦有关 他爸爸没有这么多钱 他就爸爸偏想了 狗狗去偷见校 去偷给媳妇 没有去读警校 萧水勇最终去了 甘州一所应用技术学院就读 只不过让家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一年之后就被学校劝退 在第二年就走上了犯罪之路 非常巧合的是 在记者采访萧水勇那天 是他30岁的生日 人们常说三十而立 可是对于萧水勇来说 过去30年的岁月 他有过梦想 也有过彷徨 有过剑曲 也有过堕落 他曾经向往警察身份 自己却最终伪装成 预警的身份来实施诈骗 他有着超强的记忆力 却用这份智力将自己引入歧途 并多次深陷淋雨 萧水勇屡屡屡触犯法律的结果